小动物看病和人主要区别在哪儿 人可以去说它哪儿不舒服 哪儿疼它都能体验出来 但小动物就不一样了 有的时候它一趴在哪儿会儿不动了 也不舒服说哪儿疼来 我叫刘晓东 2005年我们是这个兽医专业 搞医宠到现在已经有14年的时间 在这个专业领域里 我们磨索了很多的临床经验 它现在是肠道医物 肠道里吃了一些好多沙粒 我们从这个行业一开始没有什么经验 刚刚接触的时候 特别是接触松鼠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去保定去 我们是上来去抓 结果不松鼠一下 松鼠的门齿特别长 很容易跟我们咬一口 咬一口还咬得特别深 出了好多血 当特有背来扯 把门关上 快把门关上吧 不要动 我要跑了快点 早几天 各种呗 这家伙子也太猛了 我那天在家里 就跟打了结一样 都把门关都给掀了 都把门关都给掀了 它不动了 就像刚才我们接着的那个新花鼠 它就是在紧张过度了 因为是皮肤病来的嘛 它实际上降毛 我们为了想防止它在咬皮肤的情况下 我们就做了一个保定串 然后我们在抓的过程中 或者带串的过程中 它可能因为过度紧张 结果后来就休克了 我们去给它找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洗带液慢慢就放过来了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 在可能我们抽个血 或者做个保定 或者是在拍个片子 做个密钞过程中 因为它应激反应不太大 可能受惊吓 可能就休克了 在我们检查过程中 死掉的主人特别不理解 容易和我们产生一些 纠纷什么的 这样的事情很多的 如果出现这种纠纷 我们会和主人介绍一下 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体质的问题 还是说它的习性 一些紧张度 和和主人做一些解释 但是也要透霍 mor realm 你别着急 让它们做个处理 等着手给它送回就好了 没事的 就知道了 或是不是昨天回家的大毛给它舔了 线都掉了 应该是铡掉了 我不知道 我就是今天早上没做点的夜一种 我说你夜一种还不过 它有抚压嘛 它一舔掉之后它一使劲就脱出来了 没事 别着急 别哭了 一会咱们给它再做一下就好了 龙猫 拉锡 便秘 或者肠道有精神虫也会导致这种直肠脱出来 所以它现在脱了之后有点出血 给人有点情形 有点激动 有点着急了 送我做个小手术 送给就好 比较紧急的 要不长时间脱出它就容易导致症坏死了 2号升的 2号升的 4号升的 给我一下 来 淹水 在我一开始刚刚做诊的时候 经常接着一些比较宾威快不行的一些小动物 就来的时候处于奄奄一息的那种状态 压力比较大 很担心它能不能救活 或者是中途会死亡了 但是经过我们精心治疗 慢慢动物也能救治过来 慢慢地感觉它很有成就感 在我们这个诊断过程中特别是义虫 不像犬猫一样 因为犬猫都有大小型号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义虫就不一样 义虫有的特别小 在我们做七瓦插管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粗的管子 但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些 比如说用一些溜针来做七瓦插管也可以 实用性还是不错的 喂 你好 我是宠物医院的 你好 那个小点现在已经手术完了 现在已经苏醒了 可以了 是吗 对 精神状态还不错现在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这龟我们娘了近十年了 现在将近六十斤了 这时候病了有五个月了 到医院我也是经过朋友介绍 然后找到了刘院长 他就说了阿姨 这龟我们会像你 像跟我们自己的龟一样 你放心 我们会努力去给他治疗 我是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当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去好好地伺候他 通过这么多年的受益链针工作 对这个义虫这个专业 有了更大的兴趣 通过在外面的一些培训 学习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将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科医院 来救治更多的义虫动物 这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这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这也是我最大的理想